M2 Notebook 最新推出 大家好,我是Alex 今次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蘋果最新推出的M2 Notebook 系列 影有應該怎樣選擇呢? 其實這二十年左右我都不停換蘋果 Notebook 由最初Motorola CPU 一直到Intel 現在到最新一代M2 我又不是每次推出一部都換一部 先前蘋果M1 Notebook 出的時候都挺震撼的 原因是它自己研發的M1 CPU 比之前Intel CPU 效能高很多 很厲害 而根據M1 CPU 的發展 最初就是M1、M1 Pro、M1 Max 到最終極了,M1 Ultra 即是我現在使用 Max Studio 已經是最厲害的M1 到現在就開始出第二代M2 例如M2 看它的數據上 它宣稱優勝很多、改良很多 但我的看法不是真的差太遠 反而就是以前M1推出的時候 跟Intel 的CPU 那個差別就非常之大了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大家使用 M1 Notebook 來說 有沒有必要換 M2 呢? 除非你買 M1 的時候 它的規格不是太高 那你一直用的時候 用著用著用著 發覺不太夠用 即是你覺得你的需求大了 它無法發揮你 那又需要換 M2 那如果你用 M1 也沒有大問題的話 其實 M2 的效能改進 又不是真的大得這麼有重要 而 Notebook 來說 平時又不是用得太多 而使用率也可以活動 都有想方式去教章 以前在旅行會 salah想買 Notebook 做 ark 後期會買到比較大容量的卡 所以這就變得 vou 비必要 所以我帶了 Notebook 去 亦可以減輕行李的負擔 到近來發覺 有時上課做些demo Notebook 似乎都是 Air 不夠了 之前我都玩過 MacBook Pro Air 便會輕輕 見到 M2 出 Air 後來出了 MacBook Pro 13 吋 當時都很心動 想著兩部頻頻地比較 兩部比較後 最後想錄取買 但不如我先等一會 再出了 14 和 16 吋 到出了 14 和 16 吋 發覺它用的 CPU 又不一樣 像上一代一樣 比較大尺寸那些 它會用 M2 Pro 和 M2 Max 即是 M2 一路改良版本 CPU 方面很強勁 兼且 Thunderbolt 4 的接口較多 同時間可以推四個螢幕都可以 很強勁 我現在想過 應該怎樣買法呢 最終大家看到了 有貨在這裏 這部是甚麼來的呢 看上去 比例看得不太清楚 近一點大家看就看到了 如果在我面隔裡看到幾大部 這部其實是 16 吋 初初打算 Air 都夠了 大概 13 吋 弄一下弄一下 最後終極 就買了 16 吋回來了 一會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因 為甚麼會這樣用 首先跟大家看看 現在的蘋果 Notebook系列分佈 基本上可以簡單說 就是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的 13 吋 其實是差不多 基本上它是用同一顆 M2 的 CPU 主要分結就是 可以說 Macbook Pro 13 吋 是比較厚一點 比較重一點 而 Air 當然薄一點 輕一點 但性能上反而有趣味 就是 Display 反而 resolution Air 是高一點 高一點 而前面 FaceTime 鏡頭 而 Macbook Pro 13 吋 有甚麼優勝呢 第一看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看到這個位置 是可以按的 Display 有些顏色 這個優勝就算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Macbook Pro 因為設計不同 它本身的散熱方面比較好 因為有來自風扇 兩個風扇把熱力帶出去 所以 Macbook Pro 在一些比較熱的環境之下 就是比較惡力的環境之下 它的表現會好些 因為它散熱好些 而 Macbook Air 主要是 靠機身的鋁殼去散熱 如果在一些比較熱的環境之下 相對散熱的效能 就沒有 Macbook Pro 那麼好 主要是這樣 當然 Macbook Pro 有風扇 它運作的時候都會有些聲音 如果它有不同的轉數 如果它很熱的時候 轉得 風扇轉行的時候 都會吵少少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兩部來說 除非你真的很介意 前面的 Display 這個靚仔 一般來說 其實你用 Macbook Air 效能基本上是一樣的 還有 Display 或 Retribution 又高些 Face 3 鏡頭的 Retribution 又高些 又輕薄些 在攜帶方面 似乎優勢比較多 如果你說不介意外面大小 即是 13 吋都夠用了 又要經常拿來拿去 或者用的地方不太大 建議都用 13 吋 Macbook Air 更好些 而再上 現在看到 Macbook Pro 有 14 吋和 16 吋 14 吋 16 我覺得主要有兩樣看法 就是 CPU 如果你覺得 M2 的 CPU 還未適合你要求 你要再強勁些 例如用 M2 Pro 再強勁些 最強勁的是 M2 Max 如果你用到 CPU 的話 而尺寸方面 你不想太大的話 我覺得需要選擇 14 吋 OK 了 如果你說尺寸方面需要大些 比如說我不需要經常拿去拿去 又或者你每間都拿去拿去 但你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畫面 去展示給別人看 或者你做事的時候 做相片或者剪片比較方便些 可以用 16 吋 而我試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選擇 Air 應該怎樣選擇呢 一般來說 Air 就有兩個選擇 一是你一個入門的 動得到便算了 一般不要求高的 又有一個選擇 二來就說你要輕便 但我的性能要強些 那又怎樣選擇呢 現在跟大家選擇了 現在 Air 就有 M1 Chips 和 M2 Chips 所以說我們要選擇 M2 Chips 雖然不是真的差太遠 但你現在有沒有新發出 就讓它買新 而大家看到 M2 有兩邊選擇 基本上兩邊是一樣的 唯一分別是 SSD Storage 一边是256,一边是512 而起标价是9499或11899 原因就是充满和记忆是很贵的 所以价钱差一点差很远 我们首先看512的那些 因为256的那些一定不够 我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选择这个11899起标 最后几千买单看看 这里你看到Memory Memory这个CPU M2最多是24GB 我自己觉得如果很普通 不是很having duty 其实最基本要16GB 否则真的不够 但16GB来说 其实真的不够 有时候你转一些行动 或者行Memory 走着不够Memory走得慢 甚至会击死了 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24GB给多1500元 当然原本 8GB就是这样的价钱 整个机器是1899 但你加到24GB加了3000元 但也这么说 你这个Memory 你之后保不回 你不够没了就没了 将来走着不够 你就不要够 所以反而一次过给多一点钱 再买这个 另外那个充满 一般来说 我们不是放很多东西 如果只是纯粹program 或者一些东西 其实512都够 但当你有时 会放一些片 放一些照片 或者是放短时间 512可能令到你的充满 所以最基本的 我建议都是1T 如果可以的话 又是多3千元 就去到2T 那现在 我将那个Memory 去24GB 和那个Storage 去2T 那价钱 19399 要差不多2万元 有时是的 你看那个价钱 很吸引 1万元松一点 起标 又或者有部更便宜 9千多起标 但你买一买 这一台价钱 其实以我们拍照 或者剪片来说 不够的 那我们一定要加 那现在 这个叫 比较终极一点 就是2T的Storage 和24GB 的Memory 那就是2万元 那如果你说 哎呀不成不够 又或者 都不是要求那么高的 那你可以这样 推而求其次 起码 1T的Memory 和1T的SSD 那这里大约是14899 9万元 那这个已经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选 这个MacBook Pro 的13寸 那13寸 有不同的组合 那我亦都选 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如果13寸 和Air 差不多相若的组合 要多少钱呢 那刚才说过 一样 同一粒CPU 最多支持到24GB的Memory 那我以为 刚才经济玩的 16GB的Memory 用这个 1T的SSD 最基本的 我觉得 那这个14499 还比较便宜 那其实这个 价钱呢 两部其实很相若 很差 差不多 最主要就是前面这个 有颜色巴 而已 那但是我觉得 薄一点 轻一点 画面高一点 更重要 比这个帅哥哥 因为这个 纯粹看而已 而且你做事的时候 你都不太看 看画面而已 那所以 这样的组合 大约是15000左右 最基本的 那如果你要强劲一点 我力度打爆它 那那个1899 还比Air 那所以 那个价钱 大约你预计 如果标准的 就要15000左右 如果要强劲打爆它 就200000左右 那然后 MacBook Pro 就有14寸 和16寸的 那我们先看看 14寸 那14寸 它的标准价钱 起标价 16000至20,000 那视乎CPU Memory 那些 而16 它的起标价 就是19,000多 21,000多 其实 差一点 就是基本上 那个16寸 季的12寸 少少 那我们先看看 14寸 那14寸 你会看到有几款 那因为14寸 开始 会有M2 Pro 和M2 Max 其实M2 Pro 只有一款 M2 Max 有两款 那现在看到 下面最底的 M2 Max 是最强的M2 Max 如果想看完 那麽多款 在哪裏看呢 在M2 Pro 旁边可以看到 那我们看看 原来M2 Pro 有一款 它主要是12个CPU 和19个CPU 而M2 Max 就有12个CPU 和30个CPU 那还有一个 M2 Max 就是12个CPU 和38个CPU 那其实 看你的要求 如果你说 对CPU 有要求 但不需要太大的 螢幕尺寸 这方面 你不需要太大 那你就似乎 要选14寸 和M2 Pro 如果你说 我需要要求高一点 CPU 要强劲一点 你可以选 这个M2 Max 又或者 你再做些 画面 3D 或者用得比较多 你可以选 这个M2 Max 38 Core 的CPU 那这个 图像处理方面 的能力 就更加强了 那你要留意 有什么有趣的 就是 不同的CPU 它可以配的 memory 不同的 譬如说 我看回M2 Pro 它可以到32GB 有没有留意 刚才我们选 这个Air 和MacBook Pro 13寸 它最多 是24GB 那现在 这个M2 Pro 它已经可以 最多到32GB 那如果去到M2 Max 那你见到 它最多是64GB 如果M2 Max 38 Core 的CPU 去到96GB 所以就视乎 那个要求 那如果 一般来说 你买部机 本身14寸 也好 16寸也好 其实 画面价钱不是超远的 但里面的馅 很重要 那部机 都差不多 你当它 起标 都差不多2万元 那如果你用2万元 用M2 Max 的话 不差再 用38 Core 因为用30 Core 就加多1700 那你再加1500 那你再加1500 就去38 不差再这些少少 另外 Memory 又是 如果你这么厉害的GPU 你是做很多Memory 才能够配合到GPU 你这么多GPU 你不够Memory 所以 没有饭给他吃 他多大力都没用 所以 如果去到这个 建议打爆他 96Git Storage 一样 Storage 其实基本 都要2T 其实 2T 你行得这么多 有时真的不够 那我建议 如果去到这个尺寸 4T 那价钱 现在大约 39499 差不多4万元 和他起标价 都有一段距离 再说回 如果你说 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还要大一点的画面 瘦寸 其实价钱不是超远 价钱 我们选择下面一个Max 还是 你去到瘦寸 那么大画面 通常要求都高一点 不会说 画面大 但我不用那么快 只要看看东西 通常都不是 你要那么大画面 通常有些要求 那么 那个速度 Memory Storage 通常都是 去尽去 那瘦寸 最后来说 是不是全部打爆它 那我都有个提议 我买也是这样的 那么 你看 这个已经是 最多GPU 32 Memory 一定打爆它 就像我的MacStudio 我最多可以去到128 我已经打爆它 这个打爆它 另外一个Storage 这个Storage 就挺贵的 如果它本身 起标1T 如果你给8T 给16500 这个就要考虑了 那5呢 如果你不介意 这个价钱 当然打爆它 但是 我建议 如果你实用 又拿一个平衡 又要够用 又要不要太贵 我建议 中间落物 就4T 因为4T 你加7500元 那8T太贵了 加1万多元 加7500元 你已经足够有余 2T 其实够用 但有时怕有些额外储存 等等 你卖一卖一卖一卖 又不想一抽二轮 其他东西 部份要处的照片 或者视频 放在里面 有时候给人看 或者自己用 都方便的 所以 2T 有时可能会问 那部机器 都已经去到这么贵 不差 再多一点 因为你本身的Base 已经去到这么高 差了一点 相对的Percentage 不是太高 如果你说 你Air要加这样 就说贵 但你想加也不能加 根本不能加 所以建议 就4T 是这样玩 最好处 现在价钱 40799 基本上 这个组合 就OK 大家都会心中有数 其实你会想 究竟我要一个 几大尺寸 然后尺寸 要小的 小的里想加 都加不到多少 刚才计算了 打爆它都是2万元 有限 限了你的钱 而这个大的尺寸 因为CPU 用了 它的Storage Memory 都可以很多 这个就很耐忌 刚才说过 如果你要CPU 最强的 最强的 都不差很远 价钱 只差一千多元 不差再 买了 快一点 另外 那个Storage Memory Memory 可以去到96 你的CPU 那么厉害 都要配合96 另外 那个Storage 刚才说 用了 平衡 4T 就可以了 基本上 就这样选 另外 还有配件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当你的Memory 用完了 或者旅行 那时候 你放在哪里 以前 我们会用一个 2.5吋 2.5吋 那些 确实小只 去旅行 现在容量都很大 而且价钱都便宜 但是 它的速度 就慢 抄你很久等 因为现在我们的相机 的卡 CF Express 那些 台北台B 很快 就算你那个 讀卡机抄得多快 你下确实 就慢 那你有时回去拍得多 比如说 去东非 每天都要过照 或者拍着小鸟 那你变了晚上 去旅行的时候 你要等它很久 抄 半夜通宵 那翌日抄完 又要去查 就比较麻烦 那后来 就有一些 SSD SSD 就像一些套套 那速度 都快很多 有几百 都算不错 但是呢 今时今日 我们有第二个玩法 就是会用一些 SSD 不过这些是高速的 另外 盒子 都要求很高 我这两个盒子 你看到有散热 很厉害的 其实它是 Thunderbolt 4 Thunderbolt 3 都支援的 或者叫USB 那类 它可以去到40GB 那盒子的速度 暂时 interface 是最快的 再配合一些比较高速的SSD 速度都不错 但有2000多 3000以内 当然 跟机内置 里面的 刚才说的 加4T 8T 那些不同 它里面 那些快很多 像MacStudio 为例 去到4000多 速度 不错 非常之快 但是外面 因为不是内部处理 那你在外面 就算去到 接近3000 2000多 3000 其实都很理想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 Studio 我都长博住 原因就是 它本身里 我放很多东西都可以 很多T 但是 因为我走的 叫做Time Machine 那Time Machine 你有什么变化 那Time Machine 都会做backup 那如果这些 临时的东西 放在这里 擦来擦去擦去 那Time Machine 有时在擦去擦去 又比较烦些 那我就会索性 放在外面 那外面的速度 用上来剪片 都不觉得有分别 跟内部一样 那麽快 那在外面 它就不用用Time Machine 搞少些东西 那这个也是4T 那这个也是4T 那比如说 当你不需要装些临时东西 比如旅行的时候 带两个8T 就怎样都够了 好像对我去完欧洲回来 那用Husselberg X2D 一亿像素 那一亿像素 我二亿像素 不停拍很多 那最终呢 回到来 我去了两个星期左右 都用到一点几T 这个4T 这个4T 那每人一个都够了 很稳妥 那因为这个不是那些 2寸半那些Hard disk 没有那些机械部分 所以基本上 那个物理上 会损坏的机会 就很少了 那加上一个 这样的绿合金的殼 更加安全 那所以呢 建议如果大家 现在旅行的话 又带路线的话 又想做一个 背包 建议可以 用这些SSD 比较方便 但是呢 那些盒子 那个 似乎有什么interface 因为差不多一样的盒子 其实价钱可以差很远的 这些差不多 900元左右一个盒子 但是 有一些可能是 百多元 二百多 三百多都有 主要就是速度 那这些是40git 那有些只有10git 所以这个价钱就差很远 那那个速度高些 那你除了 平时那个抄照的时候 如果做backup 会快些之外 那你都可以 在个博物电脑 比如有时 你要在那里抄东西 或者剪片 即时在那里拿 那他都快很多 那不会假执一下 或者是 那个星画不同步 会有些什么问题 那只不过呢 就是那个盒贵之余 里面那个 SSD都贵 那4T的SSD 你预算了它 大约都要三千多元一个 那当然 是比普通那些 传统那些 卡片型SSD 那些比较贵 但是 它的效能 和应用性 比较大 很多用途都可以用到 可以这样用的 那另外呢 还想讲一讲 就是 用Mac Studio 那个的经验分享 那就是 大陆呢 这款Mac Studio 用了一年都不够 因为它一出 那时马上买 但是呢 和我之前用的Mac Pro 垃圾桶那个 分别都很大 因为那个垃圾桶 那时候很热的 好像打边奴 好像整个烟通 那样 那这个Mac Studio 回来呢 哇 涼浸浸的 基本上呢 不热的 那就算夏天很热 外温很热的环境 这个冷气 那你不觉得它呢 都是很微的 暖暖的 完全不能说热的形容 那但是呢 在几个月前呢 就发觉 突然间呢 这个温度有些东西看着它 温度平时呢 都是三十几度左右 四十度左右 突然间五十几六十度 这么热的呢 那摸摸摸机 是暖的 我不知道什么事 那多轮呢 搞了几天 都还是这样 突然间想到什么原因 那呢 因为它的设计呢 就很英俊的 那它呢 原来它的底部呢 有很多些孔孔呢 就入风的 那在背脊那里 吹出来去散热 那呢 我看了那个转数 咦 那个转数那么高呢 那风扇呢 因为很多很多sensor 包括温度啦 连风扇多少转啊 都看到的 比如说CPU多热啊 那个VM多热啊 都看到的 那转数那么高速呢 猜到啦 应该呢 下面呢 可能塞了 那我一 揭开看看 揭开看看 真的 那个的孔孔呢 全部铺满了这些层 因为呢 它的孔太小了 好似一些filter 那样的 所以附近有小层呢 几个月这样 长年累月累积呢 它就会封了那个孔 那变成不能入气 那里面热 那热啊 它的风扇呢 就最高速 所以经常听到那些风声 平时没有声的 很静的 又有风声又热 那样的 接着呢 拿个吸塵机了 拿个Dyson呢 那其实呢 你拿些东西抹了 但是抹不了彻底 因为孔里面呢 还有一些层 你用个Dyson 这样吸塵机 吸出来呢 那就彻底干干净净 那吸完之后呢 放在那里 咦 温度马上降回 没声 静 正常回来 那但是呢 上个星期呢 发觉又开始 又开始弱了 那也吸了一次 又解决了 那已经知道呢 是什么事呢 那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那些秋风 那个入口呢 太小 好像网笨那样 那样 那变成了呢 很容易聚集 就是等于我们平时 那些秋风机 或者那些空气清新机 都是了 都要偶尔去清清的 主要是这样 那今次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觉得 那条片好的呢 给一个like 那另外未订阅的呢 欢迎订阅的 亦都欢迎把我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 拜拜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只需要按订阅 和按这个小令图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载的通知 最后 记得给like我们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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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